炒卖中港股票其中一个特点,是不论赞是,假如想要沽货的话,是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包袱,大概率可以之后买得回,甚至随时无底深谈有排跌。 不似美股长期主要行万牛,股员通常要更高位再追,久而久之。 培养出一份试货的心态,人同此心,个个有糊就食,所以港股每次反攻的过程,必然相当跌宕,迎战的主要策略,应该是耐心等候低位,然后见开始有转机的讯号才出手。 以今次为例,在负力02777主要股东沽出物业管理再向公司提供80亿资金之后,明显见到实力较强的内房股及物馆股带头反弹。 当时便值得冒险一试,由于欠缺新钱流入,内房以及相关受害者反弹,消费及工业制造股反而成为套现对象,不者就反方向操作。 趁低买入这些一度成为被封港的股份,一来是他们始终较小售政策左右,二来恒大03333指不过付出小量资金偿付境内债券到期的利息。 不值得如此亢奋,万一声势不幸檀花一现,资金又可能回流相对安全的股份。 在港股机关算尽还要战战兢兢,倒不如博美股已经完成震荡。 从上升轨,恒大危机引起骨牌效应的机会颇微。 因为不同雷曼,恒大一直以来都是以坏孩子形象是人。 绝大部分买入恒大股票及债券的投资者都是明知故犯。 背负高风险去博高回报。 和当年天真无知以为雷曼稳赠大手买产品的情况大有不同。 既然海航及安邦都拆得定,恒大也不似会爆发年所反应。 唯一风险是传媒极度高调跟踪, 随时影响中国一手楼市的交投, 拖累较健康的发展商。 但以中国政策主导的格局, 可望避免这种火烧连营的状况。 不信恒大是雷曼翻版。 那么过去几日外围的下跌幅度便是反应过度。 振走信念较差以及杠杆过高的投资者之后, 一旦回复声势,动力应该会更劲。 反正美股短期支持位清清楚楚。 顶多再次失手又斩过仓。 是值得重新再追。 尤其是贴近贵结又是中国国庆。 情绪上随时偏向更乐观帮上一把。 传送稿态。 Then,雷曼翻版不 bond decor。 谢谢大家。 宝贝 evidence drafts我和那棉卡碼 똥בס装长的团復幼稷有观帮动。 除了来,十 guidance兴俄为解决的。 如果 approval别误 made,